文刘贾宁,莫笑农家辣酒魂,方年留个足迹屯,当初读道路由的这诗句,怎么也弄不明白,为什么农家自制的酒是魂的,印象中,辣酒不仅纯年有劲,还是清澄透亮的,打搅在农村,人们都把去酒叫做烧酒,无论加酿也好,购买也好,法鼠酿造型白酒,当这称呼,可人民公社时期,酒与许多东西一样,由供销社专营,即使不专营,农户手里的粮食有限, 也不会用来酿酒的,亲眼见识农户自制白酒,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当时农村开始富裕,有了自由支配的多余粮食,又换取了农民兴犯技组群跟央歌戏剧等精神层面活动的热情,而是场上略制勾兑的白酒,便让上了年纪的人回忆起自制的烧酒,于是谈论着当初谁家烧的酒好,谁家还是老被当家没开旧屋,终于不知在谁家,找出了二十多年烟熏火了中的一小块酒母, 虽已黑瘪得如同木炭,也闻不出任何味道,年轻人谁也猜不到它究竟是什么,可把它放入温水浸泡几天后,竟然冒出鱼眼细泡,凑上鼻子一闻,还有丝丝的带有糟梅的味道,于是请出当年最拿手的酒师,赶紧从村里最甘甜的井里取水,拿出最好的大麦鼠米,三五月中几个轮回,便把那酒区复苏起来, 又找出老乌盖拉里的大粟,成六啥的,该修的修,该补的补,在进入腊月的这个农闲时节,又开始了那传承千年的烧酒,血已覆盖了原野,村里却不安静,孩子们疯着,丢兵转坨堆雪人,还有的偷偷拆下几个鞭炮,半半节共相点着,拿到街头燃放,这时不时的喷啪作响,就打起了年的氛围, 老人稀岁月,小孩盼过年,年未见农,大人们也不怎么去隔房孩子了,却在这气氛中开始筹办起各种各样的年货,花招全高兴,也有讲究,丫头的花傲小生的鞋,女人操持锅里的,男人合计狐里的,各有各的盼头和忙活劲儿,农家的烂酒不是作坊酒,只在平时搁饭的大锅灶上烧制,将棉好的麦子高粱或绿米薯干,掺和扇酒抹制成皮子, 没上水发焦几天,平均咽窝一窝闻一闻,感觉分寸到了就可上锅,发好的披字已经吸着酒香,松散地放在撑在锅里的帘子上,扣上一头大增,升起旺火就能把酒烧出来,小时候听大人说好酒是这样烧出来的,一直搞不懂那清水一样的液体怎么会与火有关联,直到雪果里化,再看看那头增上的装置便明白了,原来那增如同去掉底的大翁,倒扣在锅灶上后,上面又套上一个, 一个环桃状成六气,也是桃质而又封闭的,一个主管从成六气一侧引出,当开锅后蒸汽穿过酒须披子冒出,携带出粮食理念出的乙醇,通过大邓底部的洞口,上升到成六气罩里,玉粮便凝成水滴,汇聚到成六气里,通过管子流出来,就是酒了,第一锅烧出的叫酒头,因被披子和气泥吸收了不少水分,流出的酒液不多,酒度且高得有点苦涩,可还要先揭出第一碗,恭敬的放入, 放在供桌上,即便酒足度糠,重新加水烧出的,就是可口的二锅头,第三次少添些水,沙尾烧出,酒度很滴水滴滴的称为烧子,一茶匹子三锅水,把酒分为三段,各有不同用途,不勾兑,不家乡,原生菜的酣醇,酒头放在淘瓶头冠里沉几年,口感也变纯年进到了,老年人喝着过瘾,二锅头便是在客家酿, 红白喜事爆出来,无疑彰显着实力和品味,烧子既没劲到也少香气,在烹饪中能去心去山解客,或是用来风味烟渍,也有得消一些迟离,红枣进入,再加冰糖,做成妇女孩子喜欢的甜酒,就是起锅出来的酒糟,也是猪牛牲畜的好饲料, 这时的山村戏爱因晕,沉浸在浓郁的酒香里,仿佛狗被羊捏都吟唱着风年喜静的旋律,虽无家家福的罪人归那么夸张,可香腰品尝,欢乐桃桃的景象,陪衬在街头巷尾的是憨憨的雪人,圆角上下,雪如云,冰色玉,加设在这般衬托里,很有些古话上的韵质,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下雨,根本上就是粮食发酵而成,只是好长时间里没有这种烧制蒸馏,饭中烟灼酒饮, 一杯家万里的词句,是在陕北任直期间写的,说明直到宋朝仍不是烧制,要得到上等酒还要靠仔细过滤,商周和西周王,都曾因诸后没按规定进贡绿酒的茅草,而新兵讨伐过,可见烧与不烧,除了品质味道,色格上的差别也是大不一样的,农家的这种上品烧酒,不仅只是喝的,有经验的老人站着他给高热的孩子推拿退烧,或含一口喷在风寒患者脊背上踏火点燃而致病, 出奇的灵眼,当然,他在春节季次中散发的浓郁醇香,浇在火上冒出的蓝色火苗,承载着更远更深的寄托,希望和感怀,是别的任何工业产品所替代不了的,充溢了汗水里的五股丰眠,借助甘泉和烈火,承载着家庭或村庄久远的历史,停闭了工业污染和商业吸榨,农家的辣酒,不仅有味道,还有一股赫赫的力量蕴含在其中,这样烧出来的辣酒,除了醇香可口, 能不清吗,可见诗文里赞颂的那种焚酒,吃南方的米酒,只是发酵,而没有蒸馏,想想,除了色泽与味道的差别,还缺少了火焰所蕴含的东西吧